我想你刚刚讲的 就最近发生的事情 已经让人觉得为之哗然了 我就立刻想到一句话 就是顺我者昌立我者亡 那今天用在美国的身上 确实是如此 真是一种霸权的心态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去整理一下 过去长期来美国的 类似像这帮这些的混账的一些事件 到底有多少 如果要把它整理出来的话 一定是倾逐难输的 是 这个美国霸道行为 让它成为霸权 所以说 估计这种霸道行情 也是由来已久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 除了说极少数 和美国非常贴心的盟友之外 大多数国家估计很反感 但是感都不敢言 无可奈何 这就好比像一个黑社会 这黑社会有黑社会老大 这个老大非常强悍 非常霸道 其他人都怕啥 连底下小裸裸都怕啥 今天国际社会 有一点这个氛围 那么很多国家估计想知道 这个黑社会 还能够容忍多久 而意思是说 到底这个美国的霸权 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 多行不义必自弊 那么这句话 当然不是没道理 但是听起来稍微有点抽象 要回答你刚才问题 美国霸权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还得从逻辑上的分析 比较科学一点 所以逻辑分析就是 美国霸权 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这些基础会不会动摇 会不会奔解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会动摇 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这样一现象 好 那我们就按照您这个逻辑来进一步的分析 先从这个基础开始 那美国从1776年建国 短短240年的时间 为什么它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强大 我当然不是学美国史的专家 但是如果我来教美国史的话 以我粗浅的了解 我认为美国这个霸权 从1776年建国到现在240多年 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五个实力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这五个实力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但是每一个实力对美国做一个霸权的贡献 基本上它是积累的 那么第二这五个实力 除了第一个以外 其他四个都会慢慢产生国际影响力 变成今天美国覆盖整个地球的 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这五个实力中 有的本质是好的 有的本质是不好的 但是不管好还是不好 对美国的综合国力都有正面的贡献 第四不好的实力 虽然对那个时候美国的综合国力有贡献 但是日后会不会产生后遗症的麻烦 那就另当别论了